請看 阿明的精采影片 請看 請看 你們是最挑出 泱泱會喜歡的衣服風格 歡迎我們的泱泱 歡迎 我們把阿明請給我一下 阿明請給我一下 誰讓我一下 誰讓我一下 你幹嘛 你現在拿我爸的手機 我爸是這樣 我爸是 放賽 手機啊 我剛剛想說拿起來看一下 我剛剛想說拿起來看一下 算了 算了 我不要 爸還是我們現在去買一隻手機 我看我會變得很死 你說是這一隻嗎 不是啊 送我的 送你的啊 三個禮拜沒有回來 下次又可以再回來一次 送汽車 跟爸爸的互動 跟爸爸的阿明是女生 對 然後因為他有個人的頻道 然後也有一個團體的頻道 叫安安邊緣子 然後他之前為什麼爆紅呢 是因為他在卡提諾搞 卡提諾搞什麼玩 然後但是小編爆紅 然後因為也有很多人說 他很像那個韓國的哈尼 所以大家又更喜歡他 對 長得漂亮 謝謝 來 一起來歡迎阿明出場 歡迎 阿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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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 嗨 嗨 阿明 嗨 跟日常生活都有關 你們拍的這種影片 對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就是一般人 所以我才能夠就是拍出像這樣 對啊 剛剛什麼聲音 咪咪小師 阿明算是什麼都拍 什麼類型 因為我們無法歸類他 因為有的是知識型 有的是惡整型 街坊型 他就什麼都拍 對 就是想記錄一下身邊愛的人的一些 日常生活 這麼官方嗎 沒有 是認真的 完全是認真的 如果不小心有業配 再算是優惠這樣 業配就一直推 對 就不會推的 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賺錢 你們如果是要聽這個的話 也是有的 我就是為了業配 好 不錯 公眾人物是什麼意思 關鍵字 有被酸民處理過嗎 其實 我以前就是一個 非常喜歡挖鼻孔的女生 然後我以前就是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有時候會在捷運上就是 用一般上班族嘛 然後又很無聊 然後鼻子又很乾 然後我就很想要挖這樣子 但是因為自從開始拍影片之後 就不敢在公眾的地方挖 因為有時候 覺得自己已經儼然成為公眾人物 認出來了 而且那時候沒有自知自覺 就是覺得說 沒關係啦 就是生活嘛 然後挖一挖 然後旁邊就會有人說 阿明可以給你拍照嗎 我就 剛挖完 我就覺得很對不起她 因為 手就是碰到了自己的鼻屎 就覺得很不... 謝謝... 不敢握 就會變得不敢握 慢慢有這個自覺就對了 對... 以前都不會太在意這樣子 也不錯 OK... 還蠻小的一件事 妳在意的好嗎 發燒一個月 怎麼了 上發燒嗎 以前我其實不是拍影片的 然後那也不是我的夢想之一 我以前是在網路公司擔任網路業務 就是賣網路的影片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公司就是有一個頻道 叫做搞什麼玩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他拍得很爛 所以我就跑去跟製作人說 我覺得你拍得很爛 然後製作人就... 哇...很搶喔 因為我們很像朋友 我們都會一起打電動這樣 然後製作人就說 那OK啊 那不然你來試試看啊 好 所以我就去試了那一次 那我就覺得哇 其實就是 就是講話或是主持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 所以那後來 整整一個月交接的時間 我每天的身體溫度 大概都是在38到39 妳是真的發燒喔 是真的發燒喔 不是... 蛤... 那個意思啊 我不擔心發燒啦 我擔心的是陽性 對... 血症 還說還沒辣 那也就因為這樣變成是 你的主業了 本來沒有這樣試著去拍 沒有這些生病的過程 妳還真沒有辦法得到 現在的一個成就 對... 就是還在努力 而且沒想到阿明 他是我的歌迷耶 真的嗎 歌迷 他是我的粉絲吧 那真的是鳳毛麟角 因為覺得你很厲害 對啊 因為我看到那個 對啊 怎麼啦 喜歡這首歌 然後我也就是覺得 那是我人生的一個 算是精神糧食 對... 不算是一個志向 就只是喜歡看影片 喜歡 但是因為自從開始 錄到這一行之後 你的放鬆會變成 你打開YouTube的時候 其實是像工作 會有點意外說 原來真的非常不容易 就你會看到說 你可能在這一個 偉大航道上面 看到大家接了哪一個 品牌的業配啊 然後做了什麼 出席了什麼活動啊 或是上了像這樣 這麼厲害的節目 你也會覺得說 那我一定要再更努力一點 這樣子 不錯 還是給我們一些年輕人 一些建言 對 很棒棒 謝謝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謝謝